揭秘这个加苏纳因 现在除了这个海中之外 比如说海中金 那这个之外 我们别的都可以解释 解释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一目了然 这个图怎么用 这个网上传的很多 但是它的原理还是没有搞清楚 我们把这个海中金 替换叫 商之重 或者叫金之重 然后 同位取妻哥爸生子生梦 然后再生计 再然后 按这个顺序金完了就火 火完了木完了水土 为什么 你先看 从哪开始 从这个金呢 我们看这个图 金水火土木 实际上应该是 金火木水土 是不是就是这个五角星的星 土完了又金 这样来回旋转 看似 这是我们传统意义上 相刻土 但是 在这个里面 反而相生的土 同样道理 这个木火金水 这是春夏秋冬啊 那中间还有个土 这个纳因的顺序啊 它是反过来的 好像一个东西要前进 这个气要往上走 那么反过来就有个摩擦力 这就是五行的 纳因顺序 金火木水土 那有人说 这个不是土生金吗 金完了是土啊 但是这个春夏秋冬啊 把这个土放在了最后 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 木火金水 那么最后变成土 那么纳因 就是从金起 就相当摩擦力 你这个东西往这边动 那我这个声音 就往这边走 金火木水土 木火金水土 哎 哎 就是这样 相生变成了相刻 这是纳因 纳因就是刻变成了生 那么然后揭秘这个梦中记 这个从金起开始了 第一个 夹子一丑海中金 然后火这样 那么第一个 就是金 但是为什么叫重金 我们发现这个 从这开始啊 夹子一丑 紫是十一月 然后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四五六七八 就是什么 那么十一月 冬月 他的梦中记是什么呢 亥月 是中啊 是梦 紫月 十一月就是紫月 就是中 那么丑月 那么丑月是记 他这个顺序 从子开始 那么下一个 到了梦 为什么呢 甲 隔八生子 就到了 就到了 将以 秉丁 物济 更新 人 人鬼 人那个 身有 见风金 到了这个位置 只觉得身有 在这个位置 那么身有 身 地质的身 是不是梦啊 从重生了梦 然后又生了记 可以看见这个顺序 具体这个里面 大家再去看 然后 又然后 这个子丑 是一对 这叫同位曲奇 为什么是一对呢 这个就叫十二绿驴里面的 绿是羊 绿是阴 下几课再说啊 说不完了 绿